一代高僧星云曾无偿返还内地丢失多年的千年佛手 这座佛手是来自于一个客人捐赠给佛光山的 1927年农历7月22 星云出生在扬州江都县女庙 幼年时期的星云跟外婆是最亲的 她的外婆是一个常年吃斋念佛的老人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烧香 外婆也经常带她到寺庙 这在星云小小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外婆虽然不识字还是送她去念书 那时候的学校每天要收四个铜板的学费 没有钱就上不了课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上学也只能时段时序 但她的性格里没有贫穷 反而让她养成了从小勤劳节俭的性格 烧火做饭样样都会做 早晨捡狗屎 傍晚食牛粪 为了节省两文钱的百度费 她就游到河的对岸买东西 1937年12月13日 小日子占领了南京 那年她刚好十岁 也想参加游击队 因为年龄太小 没人要她 15日 星云在大雪纷飞之中 背上薄薄的被子 随着人潮逃难 16日 小日子在扬州仙女庙 残杀了600余名百姓 星云家的草屋 也被小日子烧成了灰烬 星云的外婆 被小日子推进草垛里 正要点火烧的时候 幸好被另外一个日本兵喊走 外婆才逃了一命 后来外婆又被抓走 星云就在后面追赶 她被暴打了一顿 外婆也被推进了河里 我说不失的原因是冬天 她从来明熬啊 就本人就在一起 就在水上飘了 飘了